经济补偿金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南京市民翟女士在古楼附近的一家超市做导购员 前几天她在自己上班的超市里面购买了一种洗菜的篓子 谁知道呢却被单位罚款了2000元 翟女士对此不能够理解 我们的记者也向超市方了解了情况 翟女士是超市的托把促销员 前一阵子她看到超市内卖的一种篓子非常便宜 正好家中也需要就花钱买了一个 我买了一个洗菜的篓子 但是是出新的 它原价是15块9 然后出新1块6 谁知刚交完钱 翟女士就被超市的工作人员拦了下来 不允许买这个 我说不允许买这个 我说别人怎么买了 那就不允许 我就不买就好了 不行 她说要花2000块钱 你还走人 她说那不行 她说算你倒霉 我不跟你讲 你找厂家来 与你无关呢 你不要上班呢 你走吧 对此超市方面表示 翟女士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商品 涉嫌乱贴标签 这个商品的价格非常异常 原价是15块9 但是这个上面 只是贴了一个 1块6的一个打折标签 所以说我们反省 把它请进到反省办公室 规定这个员工 对于这些打折商品 特殊的打折商品 我们员工是不可以购买的 超市方面表示 曾经有员工为了个人私利 将打折产品的标签 贴到正常的产品上 然后自己购买 因此培训时一再强调 不允许员工在工作时间 购买打折产品 不过当记者要求对方提供 规章制度时 超市方却表示 这项规定是口头规定 并没有纸质的文件 翟女士表示 同时自己是在午休时间换上便装购买的 超市的这种做法侵犯了她的个人权利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下面这条片子的主人公呢 是三个身残之间的残疾人 可能很多人在珠江路 中华门地铁站 还有水游城的门口 看见过他们 也许您还往他们的情和理